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声动机析 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 我是徐涛 我是一个十多年的内容从业人员 所以我相当于是见证了一波一波的对媒体的颠覆 先是互联网对传统纸媒的颠覆 然后又见证了社交网络媒体 例如公众号呀 Facebook Twitter 对Web 2.0时代互联网媒体的颠覆 当然抖音快手TikTok 又是在这两年间 对之前的社交媒体有了新一轮的颠覆 但最近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通过邮箱来发送新闻分析等内容的newsletter 在美国英国等国家 又重新成为了一个新的越来越热的趋势 甚至还因此成就了像Substack 这样专门服务于newsletter的初创公司 也是蛮神奇的 所以当方可诚老师问我说 用不愿意来聊一期和newsletter相关的话题 我就当然是没有二话说了 所以下面就是我这次和方可诚老师的讨论 尽情享用 哈喽 许桃老师 哈喽 方老师 你好 又可以一起聊天了 对对 而且很开心的就是之前 我们俩都是我作为嘉宾上声东忌西的播客 然后之前是因为我自己并没有自己的一档播客 但现在我有了自己的这个播客 就是新闻实验室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串台的节目 就不仅仅是说我作为嘉宾了 而更多的是我们俩可能都是主播也都是嘉宾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会跟前几次可能不太一样了 对的对的 好开心 对 然后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 这个关于newsletter这个话题 其实是我这边想提出来想聊的一个话题了 但一方面因为我自己在做newsletter 然后同时我也在收集 或者是说我也想去鼓励大家更多的来做newsletter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给大家做一些普及 然后另一方面我也是因为看到生动活泼 其实最近一两个月也在做这个newsletter 而且好像是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产品吧 是这样的 我可能先要抛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听众就会很反对我们中英夹杂 但newsletter它又是一个英文词 所以要不要先解释一下newsletter是什么 然后它有一个翻译吗 比如说台湾翻译叫做这个电子报 然后呢大陆好像还没有一个特别公认的一个翻译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人把它就翻译成新闻信吧 那要不我们今天可以说就用新闻信这个称呼 还是怎么样 你觉得呢 我们就用newsletter吧 OK 那其实newsletter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简单来说就是email了 简单理解成群发的email 但是呢它一般不是说 不是通过你在收件人里面 写很多人的这种方式进行群发 它一般是通过一些这种工具 来实现这个群发的功能的 但是基本它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群发的email吧 对对对 就发到你邮箱里边 你打开看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等会我们可能也会具体提到 是说其实现在市面上有的这些newsletter的这个内容 类型还是蛮多样的了 对非常多样 就感觉好像是说我们已经还蛮早都接触到newsletter这种东西了 但就也不知道为什么2019年或者就这两年吧 就突然就火了 当然可能也因为substack的融资相关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整个就是它之前是什么样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 就我们自己的体感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来说说这个 是是是 刚才你调substack一个公司 待会我们肯定会很重点的来讲一下 这公司以及背后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问题了 不过我还是想先回到说 我们各自先开始做newsletter的这个经历 我也知道你其实挺早就其实尝试过做newsletter对吧 对 我还特意去翻了一下我的邮箱 我以为我是可能201617年的时候才开始做 后来我才发现我2014年就开始做了 是什么样一个契机呢 相当于是我到美国是2012年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接触到newsletter这种东西 因为当时很多的媒体 包括就是你作为就是外国记者 你可能也要收一些美国政府的一些 类似于就PR稿啊之类的 其实都是通过邮件newsletter这种形式 所以我对他并不陌生 也定了非常多的作为我的新闻员 我就几乎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就是看邮箱 看新闻 看同事给我发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在2014年的5月份的时候 我应该是去参加那个 硅谷的500 Startup 一个孵化器 然后在就是坐在我旁边 其实也是一个认识了有一段时间的VC朋友 他就说你看那个Startup Digest嘛 我说我看呀 我说我就用这个newsletter来收很多 关于硅谷有关的新闻 而且这个Startup Digest 它有点像是一个重包形式的 这个邮件系统 你可以定各种各样的话题 比方说你可以定跟 软件开发有关 你可以跟它效率公寄有关 或者是游戏有关 它的形式是怎样呢 就是会有一群志愿者 然后觉得自己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然后会贡献一些相关的新闻链接 在这个newsletter里 所以作为一个读者 你订阅了这个栏目 你可能收到的 它就是一个关于这个话题一堆的 就是link的链接 你就读这个link的链接 对于我而言 这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东西 所以他就问说 你愿意做一个China Tech News Breathing 这种东西吗 然后他事实上就已经在做了 我说可以呀 他当时的困惑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 对中国的科技没有那么了解 他觉得我是更了解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 就2014年开始 我就开始成为了 那个China Tech News的 digest的算是贡献者吧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 原来我做了这么久 一直做到后来 差不多快回国之前停下来吧 18年这样子 当时工作量有多大呀 其实并不大 因为其实我本身 当时做记者的工作 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媒体 相当于是注意到 比方说Bloomberg 或者是Wall Street Journal 在报道中国的科技公司 我觉得这篇写的还蛮公允的 我就会把链接给 copy到这个newsletter里边 然后其实也不需要 你做过多的描述 因为通常新闻媒体 他们的格式都非常的完整 会有一个类似于岛屿一样的东西 那我就把这个岛屿给copy过来 然后让大家知道 可能这一段 究竟是在讲一些什么 差不多一个星期 一封邮件 里边有五六篇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量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工作量 对 那确实挺早的了 非常早 我是2016年开始做 我的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的时候 才开始做这个newsletter 所以其实确实比我更早两年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奇迹啊 也是受声东机器之前的 一位重要的嘉宾 这个李如一的这个影响了 对吧 因为他当时不仅是播客的开创者 同时他的 他开创了很多播客 也同时推出了会员计划这种东西 那他其实也就是通过email的形式来发送的嘛 所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那探索一下这种内容付费的这样一种形式吧 但其实我是从2020年开始 是比较怎么说呢 就不仅做我付费的这个newsletter 我也同时也做免费的一个newsletter 是大概每周或者每两周发送一次这样子的 其实这背后呢 我就想讲一下这个背后 我的一个思考吧 我的一个机缘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因为啊 可能一些朋友也知道 我之前是在有个微信公号 叫新闻实验室的 但是这个号在2020年的2月份的时候 这个啊就没有了 非常这个戏剧性的是 在某一次在录这个声东机器播客的同时 对的在录制的同时 当时我们录着录着说 哎方老师上哪去了 对因为我当时就接到消息啊 我的这个号没了 其实现在其实老实说 一个号没了其实蛮常见的嘛 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他自己的号 没了之后就再注册新的 很多人也就是他新的号也做得很不错 但是我自己就当时就在思考说 我到底自己要不要重新再去注册 微博微信微信公号这样子的 然后我要不要再回到这样一个 生态中间去继续做内容 但当时我就想说我不想回去了 不是因为这个受到了伤害 觉得任性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更大的程度上 是我背后有个思考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年代 我们面临很多的问题 互联网信心生态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就跟生态中间之前谈论的 好几期谈论的话题相关嘛 其实就是平台 其实是我们这个社 这个年代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它去主导了信息的这样一个生产 分发消费的这样一个模式之后 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假新闻的问题 标题党的问题等等等等 我觉得它背后是一个 根本上来说它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在信息的生产者 和信息的消费者之间 它出现了一个中介者 那就是平台 当然平台它带来好处 那就是它聚集了大量的流量 它有大量的用户 所以呢你可能比如说 有所谓的爆款对吧 你爆款一旦出来 可以让你一夜走红 这个是平台给创作者带来的机会 但是平台作为一个中介者 特别是中间它涉及到 算法分发的时候 它就给信息生态 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觉得有哪些问题呢 我大概总结了几点哈 第一点是这个碎片化的这个问题 各种平台都为了让你不停地去 消费内容 不停地去增加你的这种使用的年度 所以它会用很多碎片化的内容吸引你 然后同时让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你其实是很容易 被平台推送的各种信息 信息给吸引走的 同时呢有这种假新闻 标题党营销号的问题 那规定到底都是因为平台 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商业机会吧 那就导致很多所谓的做号的人 做这个营销号的人 他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内容 而往往平台上的这种传播机制和它的算法 其实又是有利于这些假的内容 情绪化的内容的传播的 其实相比来说 老实说严肃的认真的内容 在平台上传播的这种能力 它是远远超不过那些情绪化的内容的 那其实这个是平台资深的这样一个特质 和它的算法的这种特质导致的 消费者对信息也没有一个掌控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就是和传统媒体时代不同 传统媒体时代你去买报纸 你会跟这个报刊厅老板说 我要一份什么报纸 我要一份南方周末 这个在消费者和品牌之间 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你知道你看的是什么 你知道你看的信息是哪里来的 因为你知道你是明确的买了某一份报纸 但其实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 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是哪来的 很多因为就是平台算法推荐给你的 所以你对你在消费什么的信息 其实是没有掌控力的 你只是在被动更被动的去接收 而不是主动的去筛选 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个人数据隐私的问题对吧 因为平台要给你推广告 这是平台的商业模式 所以平台需要不停地收集你各种各样的数据 甚至偷听你的讲话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作为信息消费者这一端来说 平台出现之后 给我们带来了这些不好的地方 那其实作为生产者来说也是一样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问题在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你并不直接拥有你和收众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说开一个微博或者说今日头条开一个号也好 其实你的受众你的数据你发布的内容都不是你的 因为你去看这个用户协议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些东西归根到底都是这些公司所有的 都是微博都是字节跳动他们公司所有的 同时呢 你的受众你是带不走的 你在微博上有一百万粉丝 但是so what 微博不想让你拥有这些粉丝 他想把你的号关掉 或者说你想把这些粉丝带到另外的一个平台上去 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平台之间是不互通的 那所以你也就很容易和你的这个受众之间失去联系 而且失去联系甚至都不一定是你的号没有了 你的号还在 你还有粉丝 但是平台一旦给你所谓的限流 限流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接触到你的受众了 就算你一百万粉丝 但是你发一条微博出来 平台给你限流 可能你是一百个人看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平台 他作为一个极为有权力的中介者 出现之后 给这种信息生态 不管是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说 都带有很多的这种扭曲吧 对 我觉得你的观察特别对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是2019年 好像这个newsletter这么古老的东西又起来了 因为2014年就开始在使用这个工具 有读者到2017 18年的时候 我卫生动机器又开始做newsletter 当时用的是mailchimp 回过头去看的话 就是美国社会newsletter真的无处不在 就比方说你申请一个类似于club 它会用newsletter的方式 或者不叫newsletter 可能叫邮件广告吧 用mailchimp 给你发一个广告 给你一个update 其实就很常见了 所以我记得我 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硅谷的小朋友跟我讲说 特别火 我就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火的 这不就是newsletter吗 newsletter在美国都已经火了 就已经存在这么久了 它为什么凭什么可以火 所以其实当时我有这个想法 然后我就回头去看 就是2019年跟2020年 它这个节点究竟是什么 发生变化了 就它的生态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19年底2020年就是美国总统选举 就特朗普的这一届 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把美国整个社会 对新闻的焦虑 信息的焦虑是推到极端化的一种情况 因为真的就是 无论是social media上的 一个是刚刚你说到的太过剩了 另外一个是激化带来的 情绪化的东西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是国会不断地在召集 Facebook Twitter这些 在进行听证会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让更大众的人了解到 他们原来是这么在掌控我 他们侵犯了我的隐私 左右了我的政见 使得我跟我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破裂 就可能大家就更多的反思 我就想要印证就是这个 是不是跟当时美国的 这个有关系 然后我就找到了 应该是New York Times 就是写substack的一句话 然后当时引用了那个substack的创始人Best 说他自己觉得substack的这轮增长 是因为人们对过去的 已经有的这一轮的社交媒体的绝望 我现在没有办法通过数据啊 或者社会学的分析来印证说 就刚刚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 但起码这一个创始人 他也是跟我的感觉是类似的 某种程度上就是你体会到的所有的这些 包括我们在中国体会到的这些 其实在美国也是被非常放大了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还蛮赞同你说的这些的 嗯是 我之前没有看到他的那句话 不过我自己从我个人的案例上来说 是完全符合他的这句话的了 就是我觉得平台带来这么多问题 而且平台的顶峰时期 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其实从2016年开始 大家就逐渐意识到 平台带来的各种问题 20192020年是对平台的质疑 又达到了个顶峰吧 所以说回到我自己的选择 就是说那我就决定 不再去注册微信公号了 不再去注册微博了 那我就选用一个 跟平台逻辑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newset 那为什么说newset的平台 和平台逻辑不一样呢 那我们回个头来 我刚才讲了 从信息的消费者 生产者来说 对于信息的消费者来说 如果你消费这个newset的话 首先 它不是碎片化的 一封信打开 你其实很多都是蛮长的 然后呢 你是在一个电子邮件阅读器里面 你在你的邮箱里面去看 这种其实让你的精力 是更加集中的 它是一个更加安静的阅读环境 没有很多其他东西在干扰你 然后呢 你是一个更主动的 去选择你读什么 你如果不订阅任何 是没有任何东西 会到你邮箱里的 你需要主动的去选择说 我选择了这一份newset 所以我要去订阅他 这会逼迫你 对信息做出主动的筛选 而不是被这种被动的喂养 对吧 然后呢 它同时对你的这个 个人数据隐私问题 也是有更好的保护 所以这个是从信息消费者来说 从生产者来说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我刚才说的 在平台上 你和受众的关系 受众不是被你拥有的 它是被算法干预的 微信公号曾经是 最接近直接关系的 因为在微信公号上 是订阅关系为主 而不是算法分发为主 但是最近微信公号 也做了很多改版 对吧 我们已经看到 它用了更强的算法干预 可以说它其实是离这个 直接关系越走越远了 插一句话就是说 最近有一些 中文媒体报道这个substack 就说它是这个 美国的微信公号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不恰当的比喻了 因为微信公号 它其实归根到底 还是个平台 对吧 你微信公号的内容 你不可能发到 微博去平台之间不互通 然后微信的作者 也没有办法 把它所拥有的 这些粉丝 去带走 对吧 但是对于newstack 是可以的 比如说MailChimp 是一个这种 newstack的服务提供商 我在上面 用它的服务 积累了1000个粉丝 现在我不喜欢用它了 因为它要收费 对吧 那我发现了一个 免费的服务 substack或者是review 那我想把这1000个 带走 很容易 我把这1000个人的 email地址 打包导出来 然后我再导入 我选择的新的这个工具 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跟MailChimp say bye bye了 或者说我自己建一个 用一个一些工具 搭建一个自己的服务器 那我自己发 我不用任何其他的 我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 一个差别了 这些数据用户 其实根本上来说 都是你的 跟你建立起一个 更直接的关系的 对 你刚刚说到substack 为什么不是美国的微信 就作为一个一直是关注 就是科技生态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里边的差别 真的太有意思了 如果我们用过substack 你会发现 它可以跟很多服务 搭配起来用 就比方说 它的支付是stripe 然后它可以嵌套到 wordpress里边 就嵌套到 你自己建的网站上 然后你发送的 有东西 内容是呈现在 你自己的邮箱里 它其实是跟邮件服务 搭配在一起的 然后你甚至在 wordpress上面 还可以搭配 substack的同时 你还可以用patreon 甚至是coffee 就是一个 我想要给你买杯咖啡 那个小按钮 所以你会觉得 这些 所有的这些小的服务 它事实上 就像一个乐高一样 你可以为你所用 然后你拼拼拼 搭在一起 拼插的过程当中 当有一个更好的服务 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轻易地 把它去掉 就比方说 我现在用的是memberful 我用的不是substack 我也不是用的review 我用的是memberful 但我要觉得memberful不好 memberful是patreon 那个出来的一个服务 我觉得不好 那我就可以替代掉 但是你看微信 它是一个什么 你触及到用户 是他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你的支付 是微信支付 然后你的点赞系统 或者是打赏系统 也是在他的里边 然后你的发布系统 我不知道 就好像有秀米 之类的第三方 但你同时依然还是要 进入到他的后台 怎么怎么着一下 因为我没有太在 后台编辑过 还有就刚刚你说的 用户是你带不走的 所有的这个生态 就其实就完完全全 全都封闭在那个生态里边 你不太可能说 它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有一些创新出来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 乐高积木式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给你一个完完整整的 你无法去拆开的一种服务 就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是的 这个讲得很深刻 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是 现在中美或者是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 这种互联网生态发展的 一个非常根本的 一个不一样了 像微信这种超级系统 它都是想做成一个 操作系统式的 一个围墙花园式的存在 但是其实在西方的 生态更开放 它之所以能像 乐高一样拼插起来 因为它有非常开放的 这个API的这个系统 其实各家都是 遵循统一的开放系统 那就使得彼此之间 可以真的是嵌套起来 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这还挺重要的 就比方说 如果是十年前去美国 你会看那个PayPal 它可能用的非常多 它是一个支付系统 那为什么Stripe能够起来 那因为是它顺应了 Mobile的 就是移动互联网 所以它能够成为 更好的支付 用起来更好 所以就是这种 你专攻一点 然后你有一些微创新 你在这上面建立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商业模式 然后你同时 还可以配合其他的 我就觉得这种生态 是能够促进更多创新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是 个人 我们说这个Newsletter 它建立在 个人创作者 你要用的好用 你要符合你的习惯 然后你要灵活 其实还蛮需要这种 就是不同的搭配在一起 就我觉得稍后可以 讲一讲我们自己 在选择服务的时候的痛苦 你就知道为什么 这种灵活的搭配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 太不一样了 而像微信 它就提供的 就是一揽子 你要不就用 你要不不要用 就你的选择范围 你自己可以做出 创新的范围 就太少了 对没错 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西方的一些 Newsletter的写作者 他其实可以 在写作的过程中 就很方便的插入 一条推特的一个推文 它插入方式 绝对不是按照说 截个图那样子 简单的一行代码 就可以把一个推文 非常organic 非常有机的插入进去 里面的字 你是可以选出来 你点进去 就回到推特上面 它可以动态显示 它有多少点赞 多少评论之类的 但是你很难想象 在微信公号上可以有机的插入一个微博的一个推文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差别 所以你刚才讲到Substack一个创始人的一个话 我其实之前看到另外一个创始人叫Hamish 他讲了一个话 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离开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呢 就是platforms own people 也就是平台拥有人 那我们要离开这个时代了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 people on platforms 就是这个时代是人拥有平台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也蛮好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很多 这个对比 其实归根到底是说 你是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霸权式的拥有你所有的人 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说人成为中间的主人 而平台就是你的工具 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之前对Substack 以及对newsletter的这个报道里面 还看到一个说法 他说这个在写newsletter的人 和写社交媒体平台上内容的人 是不一样的 写newsletter的人呢 可以叫做the sovereign writer 也就是这个主权作者 那对 所以你是拥有主权的 你对你的文字 你对你的这个用户 其实你是拥有主权的 newsletter其实和播客其实挺像的 这两种是现在市面上 两种主要的反平台逻辑的这个产品了 因为播客其实也是你有一个RSS输出 然后你通过各种泛用性客户端 都可以去接受 对吧 其实这个不是哪一个平台能够去垄断的 这两个其实往往做播客的人 做一个newsletter 或者做newsletter的人 开一个播客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搭配了 对 在创作者表达上面 就你刚刚提醒我了 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有体感 就我毕竟是在传统媒体也写过 然后公众号上也写过 newsletter也写过 自己又做播客 我的确会觉得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你写作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就比方说 现在我们自己在做公众号 我都会说更加短句 然后一段一段 就是两三个句话一段 就包括 我再去看像那个什么六神累累 他写金庸啊 写公众号 我就会想就是 他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去写 我相信他就是在其他的场合 是不会这么写的 当然像在写newsletter的时候 我显然就会 就是思考的更深入 就逻辑性更强 然后一定要想清楚 我要跟大家表达什么 所以的确就是 是什么样的介质 它一定会影响到你 怎么去表达 然后它影响到你怎么表达 事实上也会影响到你怎么去思考 你是取悦于对方呢 还是把你的思想 完完整整传递给对方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一样的 嗯对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我觉得其实newsletter这种 你写信的感觉 其实大家如果你尝试一下写 其实就会发现 它其实一方面 不会是社交媒体上那种情绪化的 这种甚至是哗众取宠的 这种浅薄的写作方式 肯定不是 但是它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 写论文式的 写非常严肃的这种写信嘛 对吧 就大家想一想 你上次写信是什么时候 对吧 其实写信的话 其实你就会觉得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intimate 也就是这种有亲密感的 这样一种一种方式 你跟一个人写信 和你写一篇文章 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可能其实也是newsletter 这种形式的一个魅力所在 包括我自己写newsletter 也会收到一些人的 直接给我回信 他会说 觉得这种东西是 不仅是信息逻辑 这种观点的传播 它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 其实说到这个 其实就会 就会联系到说 为什么美国 它其实很多媒体都在发力 最近在发力这个newsletter 当然有很大的传统 一直在做这个 但这两年也有很多 做了更多 甚至作为一个想主要 接下来主要的一个 发力的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刚才说的 反平台的逻辑 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是因为 这个媒体它会发现 newsletter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去和audience 和这个受众之间 建立起更加亲密的 更加紧密的 更加有信任度的 关系的一种方式 因为其实现在 特别美国媒体 面临很大的信任危机 就大家其实受众是觉得 不想看 不喜欢看 同时也不信任 这些传统媒体 他宁愿去看 所谓的网红KOL 因为觉得他们更真实 那媒体就会觉得 是板着脸 冷冰冰的 不真实 不真切的存在 所以大家不信任他 但是通过newsletter 这个形式 比如说 纽约时报 他们都会 在强调说 他们发了newsletter 绝对不会是跟 发新闻一样的 这种口气 他一定是 更加亲密的 所以这对媒体来说 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方老师 你这个观察 真是太对了 因为我说 我从2012、13年开始 就订各个媒体的newsletter 然后那时候 我觉得他们把邮件 当成是一个广告在用 所以你收到它 其实就是一些链接 非常的中立 然后你只要点进去 看新闻就行了 的确也是到了 这两年 你会发现 就是每一个媒体 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它这个特色 就是更加以 做newsletter这个人的个人 就比方说 the information 他可能会说 我是谁谁谁 然后我跟你们 说一个什么事 然后最近我看到的 一个新闻 是那个 New York Times的 那个 The Morning 那个newsletter 它有一个 像head of newsletter 就是这个主要负责人 他传递就是 自己的风格 然后同时 他又会招 大概五六个编辑 然后一起来辅助 所以你看他一方面 他的后台 依然是一个 传统媒体的方式 但他表现的方式 是重新发现了 跟听众来交流的 另外一种方式 更加你说的 亲密的方式 我就觉得这种 重新发现交流 重新发现邮件 重新发现传播的 这个趋势 还挺有意思的 我注意到很有意思一点 你把这个 newsletter的读者 说成了听众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两者 是真的很像的 其实播客 他声音的介质 也是能够产生 这种更亲密的 这种连接的 这种感觉的 对是挺像的 比方说就是你刚刚会有说 那个subsec 它不是平台 但其实在我看来 它其实也是一种平台 就为什么说 它是一种平台呢 就是你把它跟那个 Apple Podcasts 或者是跟小宇宙 你做一个对比 你就会很轻易地 发现他们的相似之处 他们的 在形式上面 他们就的确是 呈现了很多 很多种的内容 然后这个都是有 KOL也好呀 或者主播 个人也好 呈现的内容在里边 然后它可能 主页上面会有一些 要不就是算法来推荐的 或者是handpick 编辑手动推荐的东西 就是你这样去想的话 它就是一个平台 但它可能跟微信不一样的 它的区别是在于 它究竟是一个 类似于非常封闭的平台 还是一个有制约的 可能随时会有 另外一个平台 会取代它 所以它还是 想要为受众 和创作者服务的平台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 当然取决于说 你是否认为苹果 Podcast和消息轴 是平台了 就是我不会把它们 称为平台的 就是我会把它们 称为工具 对 就是因为我是想 把它们和这种传统意义上 微信 Facebook 这种封闭性的 这种平台 区别开来 你会把阿里巴巴 当成一个平台吗 阿里巴巴是一个 很大的东西吧 但是支付宝啊 这些肯定是平台 就比方说 如果淘宝是平台的话 就我们可以把创作者 当成是小商家嘛 就一个是卖的是商品 一个是卖的是信息 对吧 然后他们都放在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就本质上 他们还蛮像 就只是最后 你究竟是用算法 然后你这个 你这个平台 这个工具 推荐的这个逻辑 究竟是为了 你自己的流量 服务于什么样的 商业模式 对 开放性很重要了 淘宝是平台 因为淘宝商家 所拥有的顾客 你很难带走 跟他交流 也得用他淘宝 自己的工具 汪汪之类的来交流 所以他还是 很封闭的一个系统 他很难去 像你刚才说的 乐高一样 搭建其他东西进去 不过平台这个 定义的确是 比较模糊的就是了 是是是 刚才我们说的 很多都是理念了 具体来说的话 可能我们平时 会看哪些呀 或者怎么样的 我自己会把 我常见的一些 牛斯特 分成三种类型吧 一种类型呢 就是一种叫做 curation 就是内容策展 这个字 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徐道老师 刚才说的 你看到一些 什么好的文章 你把链接分享出来 同时搭配上 一段这个推荐语 推荐语 有时候你是直接 copy 自制过来 别人的一个岛屿 或者你自己 写一段推荐语 就是你自己去 就像你 就一个小小的 策展人一样 你去每周 或者每天推荐一些链接 其实是一个最简单 也是门槛最低的 一个发送 newsat的形式 又因为newsat 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 就跟微信公号不一样 你微信公号上 很难做这个策展 因为它对链接 对外链是不支持的 对吧 那第二类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 比较家常式的 或者说更个人化 更日记化 或者是有点像 家书这种性质的 它分享的是 个人自己的一些经历 一些感悟 这样子的 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类型 也就是因为 信件这个形式 是人类去记录自身 然后去和身边熟悉的人 去沟通 自己最近的一些事情 一些想法 一些心情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这方面 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我很喜欢的 一个newsat 它的写作者 是这个张璇 当然他现在叫做安福了 他每次newsat 在结尾的时候 都会说 与你握手 他每次都是一个拉拉家常式的 他不是一个 跟你发什么链接 给你推荐什么阅读的 他就是来讲一讲 自己的最新的感悟 他的这个 newsat 我很喜欢 我觉得代表了 这样一种类型 然后呢 可能第三种 就是垂直内容的了 这个像我自己的 新闻实验室也好 或者是说像 像声东机西 做的这个newsat也好 其实我觉得可能 就更接近于一个 某一个垂直领域里面的 那你对这个方面 感兴趣的人 你就可以去订阅吧 所以我自己是把它分成 这样几种 我觉得市面上 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样一些了 我没有这么分过 我觉得这种风法 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自己挑newsletter 就比较功利主义 就是一到美国的时候 就是为了工作嘛 美国市场上 newsletter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 就即使是传统的newsletter 其实你也订不过来 所以我就看大家需求 就比方说 我是一个做内容 做新闻记者的人 所以我会订很多大刊 就比方说你平时 你也没有太多时间 真的去看华尔街日报 或者是连线杂志 那你就跑到他们的网站上 看一看他们的newsletter 然后每天早上 他们都会把 或者是每个周 每周他都会把 这个你关心的 你想要看的东西 推到你的邮箱里 然后他们也会分得非常细 就比方说 有的newsletter只推那个 就重大新闻 有的是类似于daily的 就会给你一些小的新闻 有的专注于科技 有的专注于美食 那就各取所需 我觉得这个就是 非常完美的体现了 我们自己可以去做选择 并不是就人家 一定要轰炸你眼球的那种吧 我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我觉得像substack 他们现在也会 就是已经分类分的 也很详细了 什么美食 健身 科技 商业 所以我觉得去下面 也可以去看 就是自己需要什么 我觉得每个人 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比方说我依然会 非常关心商业和科技 但可能其他人 会关心美食和健身 这个在美国 或者西方市场上 就像BBC 他也有自己的newsletter 对吧 而且非常大的团队 我觉得这个是 选择蛮多的 然后中国市场上 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少了 我看无论是你 还是少男 其实好像都有 列一个list 说比较好的中文的 newsletter是什么 但的确也都屈指可数了 是像你的 我是定的 少男我也定了 还有那个小样的 就是关于食物的 我也在定 这几个是我定的中文的 是的 没错 现在其实中文和英文之间的 差距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很大从事来说 我也是希望是说 在中文的创作者 或者是 就甚至是普通人的 这个圈子里面 做推推这个newsletter 这种媒介形态 我觉得其实像西方那么发达 那其实中国中文的 我相信 虽然说大家都说 中国人所谓的 不用email 不习惯这种形式 但是其实随着大家 对这种平台的这种缺点 这种问题 意识的越来越明显 其实至少有一批 这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或者是比较professional的 这样一群人 其实是专业人士 学生 其实我觉得 其实用email还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市场 供这个中文的这种newsletter去开拓吧 自己也想提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那当然你刚才说到了 这个小样的这个小时报 我觉得确实做制作非常非常精美 对非常好 而且它带有很浓的个人色彩在里面 它会讲它研究的本土饮食 它自己和朋友的交流 它自己做的家宴等等等等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把newsletter这种形态的这种优势体现得非常好的一个代表 我们最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中文newsletter叫做搜信源 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它会配合最近的一些新闻 把最近新闻背后相关的一些原始数据 或者是原始材料的这个出处来分享出来 比如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出现了 那这个出现背后和哪些这种数据有关 和哪些这种政策的这种原始的这个文件有关 它都会给大家整理出来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 所谓的强调信息素养媒介素养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判断 你如何获得最准确最一手的信息嘛 所以其实搜信源这个这个理念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蛮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中文的newsletter叫杰绳智 那他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功耗对吧 他是一群人类学的学者 做了一个功耗 然后他们的这个newsletter 也做得非常的用心 第一方面有观点输出 另一方面也是很好的一个内容测展在里面 他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这种资源在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推荐的这样一个例子了 然后在英文的里面 我想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也是substack上的一个所谓的红人了 Hazer Cox Richardson 他是一个波士顿那边的一个大学历史老师 他的这个newsletter在substack属于最火的可能是前十或者前二十 就是说他有非常多的受众 他是付费的 所以他自己也从中获得很多的收入 那你去看他的这个newsletter其实很简单 没有任何花哨的东西 他每天的标题就是当天的日期 内容其实就是说 他观察到的一些美国政治上就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因为他是历史老师嘛 他就联系一下说 在历史上 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 在历史上可能是怎么怎么样的 或者是历史上的战争 历史上的仇恨是什么样子的 结合这个当下 他的这个叙述非常非常的平静 我看了纽约时报对他有个报道 他自己就是个老太太 就是你可以想这个老太太用非常平静的语调 但同时他对历史又非常了解 对现实又有一个非常冷眼的观察 所以就会使得 很多这个美国的受美国人 一方面他要能获得一种观点 获得一种历史的视角 另一方面他要需要一个人是很平静的 很不动声色的 来跟你说出这些话的 所以他的这个newsletter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代表吧 这种内容在 你说在Facebook上可能很火吗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 但是他在这个通过email的这种形式 其实就发挥了他的这样一种特点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分两面说 就是newsletter的确 我觉得它是有门槛的 因为比方说如果你是更加善于华众取宠啊 或者是更加善于制造爆款 然后短评快的 那你肯定不会选择newsletter 但你要选择了newsletter 你要怎么保证高质量的输出 这个门槛在这儿 但对于受众而言 我觉得就还蛮幸福的 你就知道你要选择了newsletter 这个介质来接收信息 传递出来的信息 一定是比那个social media上的 要更加高质量的 对你而言其实你是省缺了很多力气去排除一些东西 对没错没错 不过你刚才说到这个门槛的问题了 就是我还是想尽量的想去鼓励 就是大家不仅成为newsletter的阅读者 也成为一个newsletter的写作者了 看你怎么看 就是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影响力很大的 有几万人甚至更多人订阅的newsletter 当然很难 你需要高质量内容 你需要规律的更新等等等等 这需要花费 你的时间需要你有相当的积累 但是你如果做一个 一百个人或订阅的这样一个newsletter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对吧 你可能就更多的是给身边的朋友推荐一些内容 你记录自己的生活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一看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几万几十万的这个用户呢 如果你不是一次为生的话 就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 比如说每周或者是每几天都要更新一次呢 其实我觉得newsletter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它可以不必遵从那些在社交媒体上 给你造成的这个压力 因为比如说微博也好 头条也好 它的算法都是说 还是抖音也好 都是说如果你不规律的发内容 那算法很快就要抛弃你了 因为觉得你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 这个内容生产者 所以你就必须被逼迫的不断的在上面发内容 才能保持算法对你的青睐 但是newsletter不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算法的干预 所以你哪怕像这个安普一样 你现在变成一年才发一次这个newsletter了 它每一次发的时候 大家仍然会非常喜欢看 所以我觉得其实移动程度来说 我也想如果你成为newsletter的创作者 其实你的心理上的压力不需要那么大了 它不像社交媒体一样 把点赞把这个阅读量传播量 非常明显的放在前台 让大家去比拼 它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压力在里面 对你这样一说就是我想到 我在纽约课上就是看到的一个 讲1983年时候的那个一个newsletter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是那时候有互联网吗 没有它真的就是新闻信 然后它是印在一张白纸上 对然后 纸质上 然后投递到就是邮箱里 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也让我有些联想 就是你到底怎么界定 它是新闻还是新闻信 然后还是一个广告 就其实本质上 它的承载的东西都是类似的 就只是大家给它赋予了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戒指 或者这种传递的方式 它非常的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能 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有 或者我们更早一点 就是在16多少年的时候 当时因为那个商业社会 就已经开始了吗 就是期货呀 或者有一些那个运送的一些信息 怎么样就会有人把它抄下来 就那个是最早的newsletter 是真正的信 而且真实意义上的是 你要用手去写的这种信 但是我说的那个1983年时候的那个 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人他首先他是一个女性 然后他是一个分析师 然后他写的东西是关于半导体的 然后他是把这个newsletter 是从另外一个人手里边给 相当于是买了下来 然后觉得很有价值 给他改了个名字 叫做release1.0 就相当于是发布1.0吧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分析 然后他又在硅谷这边 就是投递到几千户的 人家的邮箱里 然后人家用挺高的一个价格买的 受众几乎都是那个什么 创始人啊 投资人啊 高管啊这些 我就觉得 哇真是太牛了 这个故事 对 然后后来就 当然那个纽约克的那篇文章 我觉得它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例子 它基本上就是展现了说 其实这种形式真的就是 一直在存在 它真的是非常符合 我们接触到 就你用你自己很专业的 或者是专业也好 或者亲密度也好 吸引到应该是属于你的 那一批的受众 所以当当时那个 乔布斯 他开始发布 他的第一代的激光打印机的时候 其实是搭售了西雅图 当时的一个叫做 PageMaker的创业公司的软件 催生了一大批的 会用这个软件跟打印机来 就是制作自己的海报也好 或者newsletter也好 或者广告也好 然后投递到不同人家里 有的是免费的 有的是付费的 然后在那波里边 还催生了一些 真正的小企业出来 比方说有一家 好像是专门 为同性恋者服务的 一个什么旅行的 一个什么东西 后来就从中就出来了 一个小的 小的business 不是那种投资意义上的 创业公司 它就拥有自己的小的business 我就觉得这整个过程 特别有意思 对对 这是一个商业上的例子 你说到这个 纸质的newsletter 我就想到 其实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更早的例子 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一个人做的 因为那是我从一个美剧里面看到的 那个美剧前两年蛮火的 好像是叫miss is america 它讲的是美国的女权运动的 它其实里面的一个人物 它是一个反女权的一个女性 它其实就是要联合一些家庭主妇 反对女权运动 它觉得现在的性别秩序蛮好的 让女性可以在家里面 就是被养着 做家庭主妇这样子的 它的主要的一个去连接这些反女权运动的这个家庭主妇的方式 就是它写自己的newsletter 于是它就成了一个反女权运动的一个KOL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了 但确实它的关键核心就是你拥有你的受众 你去直接和他们联系 你拥有了这些受众 那你有了这个一定影响力之后 怎么去把它做商业化 对吧 其实substack这个公司这两年活起来 也就是因为推这种付费订阅的这个模式嘛 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成功了 我不知道徐涛老师 你对这种依托于newsletter的这样一种商业变现的这种形式 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而言这个事情太早期了 所以就首先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会怎么样 然后说到substack我也觉得 它还是处于一种非常早期的阶段 它之后怎么演化 它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更加类似于利用它已经有的流量 去进行推荐变现的公司 我也不好说 就是我对它其实并没有盲目的乐观 因为我觉得在商业利益方面 它一定是会有一些想法的 它说不定也会像百度一样 竞价排名 然后把那个估价最高的放在前面 那也很难说 这是这两个网站 这个整个生态系统会怎么样 我也觉得它其实并没有定型 因为我现在肉眼可见的 有几个这样的问题 你要持续输出的话 的确它是需要一定的门槛 你看现在能够获得大量的读者的 并且能够商业变现的 一定是它之前已经是个KOL了 就比方说是大刊的知名记者啊 媒体人啊 或者是某个领域的KOL 所以就相当于是 它们能够在newsletter上面 获得的影响力 是它们本身就已经积累的影响力 它们只是利用了newsletter这个渠道 去进行了另外一种变现 或者是另外再接触一层 它的受众而已 所以newsletter本身 它在里边扮演的商业方面的角色 它究竟还能怎么演化 其实我并不确定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刚刚一直说生态很重要 生态很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newsletter 如果你把newsletter的平台 看成是就是它要去通过变现的话 你可以去说它其实是收割了一部分 这些人已经有的影响力下的韭菜 就比方说那个verge的它的首席的主笔 付了一大笔钱给它 然后那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用这种方式 把verge原来的读者给收割到自己的平台上来了 跟那个传统媒体相比 它没有做的是什么 它没有做的是它没有培养下一批人 它这批人收割了之后 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下一批人 在传统媒体当中 你有一个类似于你进来了之后 你从最基础的做起 然后你写小的文章 然后编辑帮你改稿 然后你写大一点再大一点 然后一个团队去做一个调查报道 其实这是并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就能够完成的事 然后你说那个一个优秀的记者 他能够有出出非常好的opinion 或者他能够做很好的分析观点 一定是因为他有长期的积累 那他在没有得到这些积累的时候 以前的传统媒体 你就是一份工作 你就积累个十年吧 你拿一个没有那么高的薪水 但有一天你可以做到这么厉害 那现在呢 传统媒体瓦解了 所以我在想可能在substack的 这个newsletter平台上面 依然会出现机构性的东西 就比方说The Verge的这个记者 他可能发现 我的创作力遇到瓶颈的时候 我依然要组成一个小的newsroom 小的媒体 然后它的运作方式 可能跟之前还是类似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就是这个商业模式 还有组织形式 还是在变动的过程当中 然后在变动之后 substack在其中 他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 大刊的发行商 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报刊庭 可能这又是 他接着演化的方向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挺早的 是是是 我很同意你的判断了 就是对这家公司来说 我觉得确实 他有很多种可能性在里面 或者说他要倒闭了 也是有一种可能性 对吧 他之所以能够成立 现在能够成立 他背后是跟两种东西有关 一种就是转向内容付费 对吧 从这种以广告为主的 这样一种形式 转向付费为主的 这样一种支持内容生产的模式 它是发生在大的小的 从媒体机构 到个体协助者身上 其实都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连续到我们最早说的 告别平台化时代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平台化时代 它更多依靠的 还是这种注意力经济 研究经济 然后广告变现 这种模式 其实背后是一个这种 这种大的商业模式上的一个转变 另外一个 我觉得Substack发展 它其实跟另外一个 更大的概念 就是创作者经济 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其实在 生动活泼期下的很多节目 都聊过这个创作者经济这个话题 对吧 其实Newstack可以说是 这个大的创作者经济中间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生态 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 很大程度上 也取决于整个一个 创作者经济的生态 能够什么样子 因为如果这个整个创作者经济 发展的好 写作者拥有了自己的收容之后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 新的变现方式 对吧 你可以去做自己的这种周边商品 甚至发行自己的NFT 什么之类的等等等等 其实都有可能性 但是Newstack之所以 是创作者经济的一环 其实就是因为 它强调的是一种 我刚才说到的一种 拥有自己主权的 这样一种创作者 它是一个不受平台 限制制约的 这样一个创作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管Substack这家公司的 未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从未来一个 起码我希望的 创作者和消费者 生活的一个 存在的一种新的生态来说 我希望它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确实在商业上 会更有前进的 这样一个生态吧 对 而且我觉得的确 我一直会感觉 你作为做内容的人 你直接向你的受众收费 这个其实是最健康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大的痛苦 就是我们到底 拿不拿甲方的钱 你拿了甲方的钱 已经一定要服务它 然后你就夹带私货 放到节目当中去 我觉得这是 对听众不负责任的 但如果你完全 对听众不负责任 你又活不下去 你免费的东西 对吧 所以一边服务甲方 一边服务听众 为什么我们就 不好好的只服务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就是听众 然后我们把听众服务好 然后听众给我们一点点钱 我觉得这是理想的商业模式 当然特别是在中国 可能它的付费习惯 没有像美国那么好 可能进展到那一步 还有点时间吧 但我觉得 比我想象的要乐观 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挺多人会 也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还是有人会愿意付费 我就觉得还蛮高兴的 你前面说到的 你可以介绍一下 你们寻找这个付费工具的 痛苦的过程 要不要跟大家 如果有人想 想做这方面 可以给大家 从你这里吸取一点经验 我觉得这个痛苦 最主要是因为 在中国的这个支付环境上的问题 所以就如果你是在海外的话 其实你就只是选择 就几个主流的嘛 review substack 还有patreon下面的memberful 我觉得memberful也还是挺强大的 还有就mailchimp 那它每一个可能的侧重点不太一样 mailchimp基本上是投广告 所以你要是精准的广告投放 可能就会更加适合用这个 然后newsletter肯定是 它的排版啊写作 那是substack跟那个review是最好的 然后substack跟review 它不同地方又仅止限于 它的收的费用怎么样 所以你要试试 你就先用review开始 因为review它收的费用是最少的 对 但是substack有一个优势 在于它有一个评论区 这个review是没有的 对 所以等于newsletter不可避免 就是我们需要承认newsletter 它有好的地方 也有自己的弱势 它的弱势其实就是这种community 这种互动功能不太行 就不太强 那你可以一对一的互动 但是不太有一张一种 社群的互动 所以substack有评论区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点 所以很多在substack上开newsletter的人 他都会比如说 每周或者每个月 开放一个聊天的一个帖子 他不写什么内容 就让大家在下面互相聊 或者下面大家给他提问 他来回答 所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功能 当然也有人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The Verge的这个记者 他做的这个platformer 这个newsletter 他和其他几个newsletter 一起在discord上面 做了一个互动的社区 那我也进去看了看 其实挺热闹的 对discord也是存在了好多年 就是博客时代就存在的一个东西 他们的支付通常都是用stripe 或者是你用那个 你绑定一个信用卡 你就可以收钱了 但是在中国的话 很多你是没有办法 用国内的信用卡来支付的 所以stripe在国内也用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 就你在国内用微信来支付 但微信支付有个问题就是 你没有办法批量的去搜集 就是用户的付费信息 所以我们又用了那个卖客的表单 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动续费 对对对 没有办法自动续费 然后也没有提醒功能 就对我们而言 就是最大的困难 就是你的支付系统 跟你的newsletter的发送系统 是分裂的 那你即使是用了国内的这套系统 你又没有办法发邮件 因为国内现在还没有很好的 发邮件的系统 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的纠结 然后最后我们用了memberful 并不是因为substack或review不好 因为我们是付费的 但是substack跟review 没有办法手动添加付费的人的名单 但memberful有 所以我们最后就选了memberful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发现 有不同的选择是特别好的 因为review不行 substack不行 那还有memberful 然后我们就选了memberful 其实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看 是叫ghost 可能跟memberful有点像 它也是一个你可以自己导入各种 就是它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工具 其实substack跟review也可以导入 但就相当于是它导入的 就是你的免费的这部分人 但因为我们是一个付费的嘛 所以 对对没有太强的会员管理功能 对对memberful它好的地方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会员管理系统 所以我刚刚有说创作者 其实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你到底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你有什么非常小的需求 然后这个时候不同的创新 在这个时候就 它总有一款能够在某个点上满足你 你有选择 这个就非常好 那今天聊下来 我的一个初衷了 其实还是想说 呼吁大家更多的成为newsletter的阅读者 甚至说成为一个写作者吧 那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 说写newsletter的人 他可能可以实现几方面的一些目标 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写一个newsletter 那他其实分了几个 从这个目标上来分 一个是personal goals 就是自己个人的目标 然后呢 他说其实你就是想去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你记录你每周或者每个月看了什么书 看了什么电影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 作为一个集合 然后同时也可以小范围内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你personal的一个用法 那第二呢 就是你职业的 这个professional专业上的一个目标 就是因为他其实你可以去用他来去帮助你的这样一个职业的发展吧 比如说你长期关注某一个领域 你去写这方面领域的一个newsletter 或许就会使得你被一些你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其他的大佬啊 一些公司啊看到对吧 你可能对你的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这个职业发展的好处联系到另外一点就是要leadership goals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一个行业里面 一个领域里面是不断的去去关注去写作去输出的话 其实你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一个小的一个领导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go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learning goal 就是你自己学习了 其实你自己在去做newsletter过程中间 也是一个不断去去学习 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啊 做到不断的输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这几个方面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平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从我个人对这些理念的这样一种掌握来看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年代 我还是非常鼓励大家成为内容创作者 只不过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是否一定要成为抖音上的 微信上的 头条上的 微博上的内容创作者 你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更有主权的 更自由的这样一个内容创作者了 而且就是你在之前有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个比喻 我特别喜欢 你说内容创作有的是溪流 有的是花园 是这个说法对吧 最早也从少男那看到了 哇少男太厉害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 因为就比方说我们发个推啊 或者是发一个短视频 其实它的确是溪流 对你自己也留不下什么 旺古流芳这个事我们就别去想了 就大多数东西是留不下来的 但起码得对你有意义 过去我们发的微博 你还能想得起来哪个微博对你意义这么大吗 真的没有 但是的确newsletter算是一个可以你去严肃写作的地方 然后你给自己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你也是可追溯的 因为它一定会留在你的邮箱 不留在平台 不留在substack或者什么上面 它也一定会留在你的邮箱 就想着去耕耘自己花园 那这个想法也是 也是好的 现在这样一个 大家都说哎呀 可能连看电影都最好能有叠片啊 因为在网上看的电影 你说不定哪天就消失了的这样一个年代里面 其实你真的有个东西在自己那里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 但感觉就是不是在我的知识范围内的 我想有点想抛砖引玉吧 就无论是组织学还是社会学的 可能也有一些人思考过 因为就比方说我们说现在有一个实体的世界 然后现在民族国家什么 这个都是实体的 公司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但事实上 虚拟的世界再慢慢建立起来 对不对 Facebook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帝国一样 它掌握着你的社会关系 微信它掌握着你的社会关系 但现在真的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就只有这么单一的组织形态吗 我们真的是希望它用它的方式 来主导我们的这种虚拟的关系和组织形态吗 我觉得肯定不是的 因为只要是一个组织 只要人和人的关系 它一直是在迭代的 那为什么美国我们说substack火了 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反思 或者他们的一种自组织的形态 使得围绕着邮箱这种老的服务 形成一种新的互动的关系 它的关系究竟是亲密也好 或者它用什么方式说话 这其实就是一种组织形态的表示 现在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自己想要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也在探索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回到像方老师一开头就说的 那我们是想要把这种关系拿回来 然后我们事实上是在塑造一种 虚拟世界当中的新的关系 就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去的 一种实验吧 是的 我又想起了我们最早见面录的 这个和文化土豆的那个录的那期首次Big Tech 对 我想其实很多这个脉络都是相连的 对吧 其实我们都是想对之前的形成一个很大的霸权的 这样一种形态也好 关系也好的一个反思 我觉得确实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变化的节点之上了 所以New State只是它作为 恰好作为一个很古老的一种形态 它恰好符合了现在这个变化的一些方向 但是我相信它之后自己本身可能也会有新的 这样一种变化出现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背后的这样大的 这样一种趋势和方向 特别同意 提醒大家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 新闻学院室的New State和这个生动活泼的这个New State 都是非常好的内容应该推荐给大家 对我们应该就会放在Show Notes里边 大家直接点击订阅就可以 您有免费的 然后我们是付费的 然后您有付费的 对吧 是 之后大家如果对任何领域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什么 我觉得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提 然后说不定我们探讨探讨又可以 研发更多的想法呀 我们也做一些功课 然后接着探讨这个话题吧 我觉得这个话题 其实是可以顺着聊很多的 就像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向未来去看的这样一个话题 对 好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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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